藝術家耿英偉最近竟然在北美館裡面表演大吃大喝 其实这是北美館的展览叫做《食物真言》的开幕演出 食物是人类文明的总和 也一直都是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主题 这次北美館邀请了21组艺术家 他们展出各种以食物为主的创作 耿英偉在开展的时候 黏上大胡子穿粉红色浴袍 他吃的每一个食物都跟艺术史上的创作有关 例如Andy Warhol的康宝浓汤 还有齐白石化的水果图等等 而且吃完之后量体重 最后结果艺术的重量是0.6公斤 其实食物在现在社会有很多意义 比如说食物也是一种景观 很多人去吃东西也不是为了吃东西 很多人去吃东西实际上是为了拍照 卷发大胡子穿着粉色浴袍的大亨 时而优雅时而暴风式吸入大餐桌上的各式食物 有时似乎又想起什么 对着观者怒目相似 我在观众面前吃 所有这个展场里面的艺术家们的作品里面提到的食物 然后我就把它吃下去 所以我开始之前我先秤一下我几公斤 我吃了这些跟展览有关的食物以后 我再秤秤看我有几公斤 那多出来的就是艺术的重量 艺术家耿一伟透过行动剧现场测拍播放的影像 反思以食物为主题的美食节目 所创造的奇观社会 我会在吃的过程当中会看画册 会看那个影片 然后影片有Andy Warhol吃汉堡什么的 因为这个主要有一个动机是希望能够让 暗示观众或让观众联想到 其实在食物一直是艺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或者你来看我这个 你看到我表演之前你就看过这个展 或者是你看我这个你才去看展 你就会发现我的这个表演跟展之间的连结的关系 所以我的展有点像是这里面 我的表演有点像是这个展的预告片 不纯然只有满足生理需求 食物也是历史文化的重要传递者 而是一组艺术家透过色香味等复杂的感官媒介 主张找回食物背后的意义 还没踏入展场 已经能闻到甜腻的巧克力香气 高高挂起了两颗爱心被枪炮串起 一份情人节巧克力 是什么形状就有什么意思 我想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感触 就是当你收到巧克力礼合的时候 你可能很开心 可是打开一看里面可能是武器 那这时候就是你会想到什么事情 爱跟葱 就是这种紧张的关系 它就形成一种很有趣的对比 除了视觉和嗅觉 展场中分布隐匿 却又不断尝试进入你看展情绪中的 是25种打嗝声音 借由这个打嗝声音会让我们想到说 可能现在这个展览我们有点 是不是让我们有点消耗不了 或者让我们有点看不懂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是一个很轻松的展览 我也希望我的作品是一个比较无形的状况 能够充斥在整个空间之中 所以这次选择的就是这个 没有视觉只有听觉的一个声音 一个作品 那当然观众不会一直听到这个打嗝声 他就会觉得太烦了 他会觉得太烦了 那所以这个声音是偶尔的 大概在每十分钟的时候 都会在展场中的不同的位置发出 食物有他独特的语言 不论是五感分层或是继续延伸 直接的隐喻的各种意象 食物在这成了主角 上场表演说出了人们心中 最直觉的想法